如果大家現在的操縱是否真的持有多些現金 不要太貌貌然就好像看到東西跌下來很划算 你有沒有建議大家現在應該怎樣做 我想如果比較 其實為什麼資金流向現金不太好的公司 這麼多好的股票為什麼不持有呢 就是其實市場都是不喜歡這麼多不確定的事情 所以這麼多不明朗的時候 可能很大量的資金都會寧願退後一步 我不如拿回現金 可以再等待一些時候才再入場 我都建議大家其實都是跟回一個 跟回大部分資金的一個走向去這樣做 尤其是 我也沒有什麼會覺得要去撈底的心態 尤其是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定貌的效應 譬如為什麼覺得是撈底 其實很多股份一跌下來 我想可能香港的投資者最熟悉 可能是上年年頭開始的科文股跌下來 已經會一直有很多撈底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定貌效應 你覺得它由300元跌到250元 就覺得便宜了 其實只是由高位開始跌 這個也是 因為美股有這樣的憂慮長遠 其實我也看好 但是現在它就在高位調整下來 因為美股其實距離的歷史高位 不是很久 也是整十年的牛市 也是一直 二零年開始升得最大 就是因為它釋放了很多資金出來 所以這個收起來 是要去顧慮 會了